凉拌小菜 凉拌小菜的所有食材 水滾后豆芽菜下锅 稍微汆烫 放入冰水中冰镇 捞起后备用 冬粉一把 煮至透明后捞起 豆干溜小块 稍微汆烫 捞起后备用 海带丝100克 将海带丝煮软 煮好后捞起 蒜头拍裂后切碎 切葱花 辣椒切圈 豆干切薄片 再切成丝 冬粉略切 海带丝略切 酱油1分之1大匙 糖2小匙 白醋1大匙 乌醋1大匙 盐1小匙 混合均匀成酱汁 碗中倒入海带丝 冬粉 豆芽菜 豆干丝 蒜末2大匙 辣椒圈适量 撒上葱花 胡椒粉1小匙 倒入酱汁 混合均匀 蒸老水洗小磨白麻油 富含营养及芝麻素 温补不燥热 口感清爽不厚重 提升料理层次 搭配各种食材都适合 开胃的凉拌小菜就完成啰 黑芝麻雪花糕 黑芝麻雪花糕的所有食材 玉米粉倒入牛奶 混合均匀 倒入剩余的牛奶 糖35克 开小火 稍作搅拌 蒸老纯黑芝麻酱 水冷研磨 保留营养 浓郁好吃 纯黑芝麻酱2大匙 混合均匀 倒入玉米粉浆 过程中需不时搅拌 避免黏锅 煮至粉将变浓稠 容器底部放上烘焙纸 倒入芝麻粉浆 冷却后放入冰箱冷藏2小时 撕去底部烘焙纸 切成喜欢的大小 口感软Q细致 带有芝麻香气 表面裹上椰丝 清凉消暑的黑芝麻雪花糕 就完成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